嗨 2022年 新加坡的购买力评价人均GDP 达到了惊人的12.8万美元 全球排名第2 紧碎卢森堡 可以能想象吗 就在短短的60年前 新加坡还遍布贫民窟 种族冲突严重 三天两头闹罢工 人均GDP不到现在的1%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真的就跟打游戏一样 一路过关斩将 而且啊 他这个打法 还特别的离经叛道 经济群说哪不合理 他偏偏就这么干 结果神奇的是什么 他还真的就是 一路缩哈一路赢 把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 带成了全球最有钱的国家之一 来咱们废话少说 就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小国 新加坡 我现在来个防杠声明 我知道很多朋友 可能会对新加坡的 政治更感兴趣 但是咱还是保持一贯作风 聚焦在我更熟悉的 这个经济领域 但是大家要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尽情挥洒 在马来纪年中有记载 说公元11世纪的时候 一个东南亚的王子 在前往马六甲海峡的途中 通路了他南端的一块土地 一上岸 就看到了一只 他从来都没见过的神奇野兽 这哥们吓一跳 他就赶紧问他的随从说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他的随从就告诉王子 说这个神奇的野兽 叫做狮子 王子一看说 哇哦 好神奇啊 那我们就管这块土地 叫狮子城吧 印度的梵语 叫做这个东西 没错 这个名字 就演变成了新加坡 所以说新加坡 跟狮子还是非常有渊源的 你看他们到现在 国家的象征 其实就是鱼尾狮子 新加坡呢 要说它小 那是真小 国土面积只有728平方公里 大概是香港的四分之一 你开车 要是从这头开到那头 不堵车的情况下 40分钟就出去了 它小虽小 但它的地理位置 真是太重要了 作为马六甲海峡 最南端的一块交通要地 是连通印度 跟中国的必经之路 所以它历史上 接连被各种海上霸主 什么葡萄牙 荷兰这些国家统治 到了1819年 英国不列颠 东印度公司的 斯坦福来福市 登陆了新加坡 开始了英国人 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新加坡这地方吧 可真没啥自然资源 人也不多 不像它边上的 印度 中国 甚至马来西亚 印尼 对统治者来说 真没啥可剥削的 所以即使英国人 都把新加坡据为己有了 对它也可以说是 完全没有非分之想 而是选择了 把新加坡设定了一个 零关税的港口 这一下子就盘活了 新加坡这个小地方的经济 就是可能有一点 过于自由 各种各样的灰色产业 什么赌博 奴隶交易 色情交易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吧 到1900年的时候 新加坡已经是 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了 聚集了大概有20万人 但是好景不长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尤其是1942年 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占领了 英国人把守的新加坡 殖民了三年多的时间 等到战争结束 新加坡又回到 英国人手里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到处都是临时建造的贫民窟 这时候呢 新加坡人也慢慢开始 缓过神来了 我们被各种人 统治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不能再这么 被统治下去了 我们要站起来 同时二战之后的英国 对全球大部分的殖民地 包括新加坡 控制力都已经大不入浅了 所以那个时候 新加坡就涌现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党派 跟英国人对抗 它的独立 其实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如果我们把新加坡 国家的发展 看成一个精彩剧本的话 你看这时候 不管是情绪还是环境 都已经轰到这了 天时地利都已具备 就该主角登场了 该有一个 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 像一个白衣骑士一样 从天而降 带领着新加坡 一路崛起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这个白衣骑士 就是被称为 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 李光耀是1923年 出生在新加坡 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 他从小呢 就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在伦敦政经学院读书 之后呢 又转到了剑桥大学 攻读法律 1950年 27岁的李光耀 回到新加坡 成为一名律师 他精通英语 华语和马来语 在英国求学期间呢 他就一点点培养出了 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 1954年的时候啊 就和一帮英国 回来的知识分子 一起成立了 人民行动党 PAP People's Action Party 你说光听履历 就能感觉到这个人 肯定非常聪明 总之就是经过了好几年 和新加坡各种党派 和马来语共产党 和英国人 和包括人民行动党 内部的各种州选 李光耀在1959年 新加坡第一次 自治帮政府选举当中胜出 当选成为 新加坡自治帮政府的总理 他背后的人民行动党PAP 至今为止 也一直都是新加坡的执政党 不过啊 你可别觉得 新加坡这就要开始 就要崛起了 哎 并没有 新加坡他刚刚实现自治 李光耀刚当了总理 就给他来了当头一棒 最开始吧 李光耀他是觉得 新加坡毕竟太小了 单靠自己肯定不行 又没有英国人罩着 所以他认为 当时最好的出路 就是并入北边 紧挨着的马来亚 于是1963年 新加坡联通当时的 马来亚联合邦 以及一些其他地区 组成了马来西亚 本来你说大家刚聚在一起 怎么着也得有个蜜月期 对吧 但没想到啊 这个刚聚在一起的联邦国 很快就出现分歧了 首先就是经济上 新加坡要上交40%的收入 给中央政府 这就让很多新加坡人很不爽 但更严重的分歧 其实是在于人种上 这个马来西亚联邦 它推崇的是马来人之上 而当时的新加坡呢 马来人其实只占15% 有超过四分之三都是华人 还有一小波印度人 就这种特别混杂的人种结构 再结合着当时 马来西亚的意识形态 就让新加坡内部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种族分歧 1964年 新加坡就发生了 华人和马来人之间 一个大规模的冲突 当时有超过3000人被捕 所以你看啊 这些问题它导致 新加坡刚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他和马来西亚政府之间 也是各种政治摩擦不断 所以呢 马来西亚当时的首相 也是马来西亚的国父 东姑 他实在是担心 这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 会扰乱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 怕他是个刺儿头 于是赶紧修改宪法 在1965年 投票以126票赞成 零票反对 把新加坡又赶出了马来西亚 你看啊 一般国家抢领土 都巴不得把自己领土扩大 对吧 都是里边一个小地区 喊着要独立 可是马来西亚这边呢 却急着把新加坡往外推 你说新加坡当时 多不找人待见 李光耀在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 甚至直接当着镜头 和众多媒体 潸然泪下 你看从他的眼神 你就能看出来 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之前好不容易努力了而来的合并 短短不到两年 就又被踢出去了 我们看这个时候的新加坡 本身自然资源就非常匮乏 又伴随着高犯罪率 毒品问题严重 失业率一直很高 可同时呢 还整天闹罢工 最麻烦的就是种族问题 冲突频发 不管是华人 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其实都没什么归属感 这就有点像学校里头 一个成绩最差的插程班 被打包踢出了学校 流落街头 而李光耀就好像是 这个班的班主任 你看咱聊了这么多 铺垫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钱菜 What 这就有点像 打游戏之前的一个背景介绍 我得先告诉你 这个主人公有多惨 有多么的陷入绝境 1965年的8月9日 新加坡宣布独立 游戏这才开始 李光耀的主角光环 也正式开启了 他拜领新加坡走出来的 可以说是一条 特别有益于 其他国家的 一条诡异的道路 一跃让新加坡成为了 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为什么说他诡异呢 就是因为 他不按套路出牌 这有点像什么 就那种武侠小说里 一般各大武林高手 什么少林武当 他都有自己 这个门派的一些招式 但新加坡他不一样 就一会儿 给你来一个少林龙招手 一会儿给你来一个 武当什么掌 过一会儿再给你来个 什么巴西柔术 哗就给对手扳倒 你看他打法虽然很奇特 但是就是好用 总能把对手给制服 所以很多人评价 新加坡的经济政策 就你没法用是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或者什么什么主义 去定义它 大家干脆就管李光耀 这样的打法 叫实用主义 pragmatism 怎么好用就这么来 当然我这就是一个 非常笼统 非常武断的概括 不过我感觉 你要是从实用主义 这个视角 再去看一会儿 我们要聊到的各种政策 其实你可能就会发现 他各种非常大胆的 那些政策里边的规律了 接下来咱们就挨个来看看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 李光耀的任务目标很明确 就是帮助泥潭当中的新加坡翻身 他的思路也是非常之清晰 反正我总结了 首先你得稳定住局势 不然内部又是人种冲突 又是政治动荡 正能跟中东似的 谁受得了对吧 这肯定是国家发展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呢 就是你得有基础设施 就是你看当时新加坡 连淡水都得管马来西亚药 很多人都没房子住 这些基本的温饱问题 也需要解决 对于新加坡这么个小国来讲 他想要快速发展 那他肯定不能靠内需 所以他就得想办法 跟别人合作 他就得找到自己在 全球贸易竞争当中的一个位置 一个核心竞争力 然后这还不够 对吧 你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 你得让外边人知道 你这想办法吆喝 就是吸引外资 人家再过来跟你合作嘛 对吧 给你发挥你这个竞争力的机会 不过注意啊 就刚才这几步 他其实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都是同时进行的 只是我觉得啊 这样逻辑上比较好理解 所以我就帮大家这么拆分了一下 首先呢 是稳定局势这块 你看啊 新加坡当时刚被马来西亚踢出来 他作为一个这么小不点的国家 就别说发展了 自己的安全都成问题 所以这时候李光耀没办法 就又去找英国人 说哎 请留步 当然他肯定不是想让英国人 接着殖民自己 只是客观上来讲 当时的新加坡确实在依赖英国人 你想那时候 英国其实有三到五万的海军 还驻扎在新加坡 这些海军 不光是给新加坡提供军事保护 他得在那生活呀 他就得在那吃喝玩乐 需要大量购买新加坡国内的物资 据估算啊 这些军队带来的需求 带动了新加坡五分之一的GDP 这也是为什么啊 就新加坡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 其实并不穷 它的人均GDP有516美元 虽然跟美国肯定没法比 但可比刚把他踢出来的马来西亚高多了 这个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归功于英国的海军 那你想李光耀 肯定不希望英国人这么快就全撤了呀 就好说歹说 你们再多坐会儿再走吧 甚至还带点小小的威胁 说你要是这么快就走了 那我们以后就不用英镑结算了 我们就不给你做生意了 你想他可是重要港口啊 反正就是软硬兼施 最后说服英国人多待了那么三四年 到1971年才开始撤离 并且还从英国人那边 达到了5000万英镑的贷款 保障了刚刚独立的这个时期 新加坡的军事稳定和经济稳定 不过啊要说稳定局势 其实对于新加坡来讲 最难的还不是军事上 那深层最大的隐患 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人种混大的问题 你想啊马来人跟华人 刚刚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剑拔弩张的 所以新加坡刚成立的时候 李光耀就说了 新加坡不是马来人的国家 也不是华人的国家 也不是印度人的国家 每个人在新加坡 都会找到一席之地 说白了就是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 大家就在一起 和和细细地生活就好了嘛 对吧 当然呢你也不能光喊口号 李光耀他就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 我就说这里边 最简单最粗暴 也是最立竿见影的一条 就是所有人必须说英语 甭管你之前是说什么 马来语华语 闽南语还是印度语 哪怕你26字母都认不全 不好意思 从现在开始 咱们就都说英语 一个国家 你就得有一个国家该有的样子 新加坡就把官方语言 设置成了英语 大部分学校都强迫 开始用英语教训 你看啊这么做 它的好处肯定是非常明显 本来呢各个民族 它语言不一样嘛 就很难交流 出事了就只能干 现在能交流了 它不就更好相处了吗 而且啊 它说英语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跟国际融合的更好 多持用 对吧 咱来看看数据 现在新加坡按第一语言来说 有48%的人 它的母语就是英语 30%的人第一语言还是普通话 你要再细看 按年龄多少句分的话 越年轻的人 它英语是母语的比例就越高了 你比如说啊 现在85岁以上的人 只有12% 它的低语言是英语 而27%低语言都是敏南话 但你要是在看 5到9岁的小朋友里边 有75%的人 在家里都说英语 只有0%的人 低语言是敏南话 说到新加坡的英语 我再支出来聊两句啊 就是因为这种 有点赶压上架子的方式 催生出来了一套 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体系 就是新加坡英语 Singlish 它其实是慢慢把像 中文啊 粤语 敏南话 马来语都揉到了英语里边 就形成了这种 非常独特的语言 你要是老远 扎一听他们说话 你感觉这是什么 所有的英语 甚至可能都不会觉得 那是英语 但你仔细听 就发现这里头 其实是有体系的 我感觉啊 就是说中文的人 肯定会觉得 这种语言非常亲切 因为他巨蕾呢 经常就会带一些什么 什么这种词 你比如说OK 他们说OK啦 你说Let's go 他们说Let's go啦 还有什么 I'm busy啦 而且他语法也特别的直给 你要是在美国呢 他前面可能会加一堆什么 Excuse me Would you mind i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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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OK if I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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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话 但是Singlish 就没那套 特别的简单粗暴 就是Quick Go 看 所以啊 就我感觉一个美国人 他要想听懂Singlish 可能还挺费劲的 但是你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听懂 那就easy了 Nice 其实实用这个思想 不光是治国 投资也一样 就是得省钱省事嘛 你看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下载量第一名的一站式定制化投资平台 木木 就很实用 嘿嘿 你看他的新加坡和日本用户都破百万 马来西亚上线六周客户就破了十万 最近高股息股票不是很火吗 因为收股息稳嘛 达菲特呀 包括在新加坡都很受欢迎 你看木木里就有这个高股息榜单 谁舍得派息一目了然 还能自定义筛选帮助选股 他还有这个派息日历 可以了解公司的派息时间 帮助择时 你点进去 什么利润呀 分红派息呀 趋势呀都清清楚楚 投资也不用靠猜了 甚至好像cover card这种增强收益的高级操作 他还能一键下单 损益都不用自己算了 省事还省佣金 虽然今天我们聊的是新加坡 但木木他在各个市场 投资费用都很便宜 还给大家准备了 惊喜福利 美股15股 澳洲10股 日本9股苹果股票 加拿大1300加元现金券 新加坡大马也有哦 另外活存活取的现金 也能有高收益 具体信息 我就放置顶评论了 感兴趣朋友 可以通过链接了解一下 好 咱们说回新加坡学英语这个事 不管怎么说吧 长期来讲 全民学英语这招 对新加坡来讲 不管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 还是从国际化的角度 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强制大家统一语言 李光耀还非常强硬的限定 像在学校啊 公司啊 或者政府建的组屋里边 各个人种人口的比例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里边 有百分之多少 必须得是华人 必须得是马来人 必须得是印度人 所以你看他这个方案 其实非常直观 就是说我把大家都揉开了 摊开了 让你们一定要生活在一起 你都住在一栋楼里 在一个公司里工作 小孩都让同一做小训 还都说同样的语言 排头不见低头见 大家慢慢熟络了解了 这关系就好了 这矛盾呢 也就自然而然的消解于无形了 所以你看新加坡 它1970年的时候的人口比例 大概是77%的华人 15%的马来人 7%的印度人 还有1%的其他 这个人口比例 到现在其实都保持的差不多 就没有出现哪一个人种 一边倒增长的情况 局势稳定下来以后 这个李光耀经济大旗的第二步 就是要解决大家的温饱 国家的基础设施了 这里最首要的就是住房问题 你要知道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新加坡有70%的房 甚至都没有下水道 你也几乎看不到任何高楼 所以那时候 虽说只有不到100万的人口 但大家都住得非常挤 建筑密度也特别高 可以说 就整个新加坡 有一大半都是贫民窟 要解决这个住房问题 李光耀他这个理想主义又开始了 他说政府应该花钱帮大家 全都建好高楼 让所有人非常便宜的 就可以住进这些房子里面 这样多好 我们要努力做到 居者有其物 注意哈 不是说政府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 而是要解决所有人的住房 你看这个解决方法 是不是听着挺飘逸的 这也太理想主义了 经济学家能够100个理由告诉你 这不行 这肯定做不到 而且他也不效率 但是李光耀就偏偏把它做成了 咱就来说说在经济学当中 新加坡最出名的一套制度 组屋制度 现在新加坡有超过80%的人都住在组屋里 80%啊 就你能想象哪个国家 最后所有的人都住在政府间的公寓里 更何况还是全球最有钱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政府就一直在不断的持续买地 大兴土木 修建那种十几层二十几层的公寓 据说因为他们是一组一组的嘛 所以就叫组屋 到现在已经建了100多万个现代化的组屋 你看地图上就这些红色的点点 全都是组屋遍布新加坡 他们的建筑风格也非常统一 而且都由那种带顶棚的走廊项链 完全开放 融入到新加坡的整个城市里面 也形成了新加坡一条独有的风景线 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国家都会修建一些廉价的房子 来照顾低收入人群 但新加坡这个组屋可不一样 虽然说它不能用豪华来形容 设计风格也说不上是 特别的精彩 但绝对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 非常干净的住宅楼 而且很多里面都包含了 像是娱乐健身房这种配套设施 新加坡公民 它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 30%到50%的价格 来买到这些一手的组屋 当然说是买 这房子理论上它还是政府的 你买的是它99年的使用权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剩余使用时间越短的房子 它在二手市场的价格是越便宜的 你要想买这个组屋 它其实也有一些限制 它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你得是新加坡公民 你得是首套房 你住满5年才能卖 然后什么人可以拿到补贴 什么人能买这些二手组屋等等的 还是一堆限制 我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了 归根结底 政府它的目的 就是说你作为新加坡的一份子 要是没房子住 我帮你 但是这个房子 它就是给你住的 你也别想着什么投资 投机 钻空子 没有 当然你本地人 要是想投资个二套房三套房 或者外地人想投资 它也完全可以 新加坡它确实还有很多私有的 那种公寓啊别墅小洋房这种 那就完全是市场化竞争 就没有什么买卖的限制了 跟其他城市也都一样 但价格就比组屋要高得多了 它的贵也是全球文明的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 市中心也比较火 我就简单扫了一眼 它价格基本上跟香港啊 纽约都差不多 就那种几千万美元的豪宅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不过像我们最前面说的 它有80%的人 还是住在组屋里头 这个才是主流 你听着是不是就感觉像 非常高级一些的那种经济适用房 那新加坡政府它是怎么让 大部分人都住进去的 这在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做到 政府要盖楼 你得先有地 对吧 李光耀他就来了招狠的 连续出台法律 允许政府用非常低廉的价格 买下公民手里的土地 你不卖都不行 这个确实还挺强势的 还有就是你这房子 得建的足够的好 政府得足够有钱 不过这两点 很多国家其实都可以做到 但并不是新加坡组屋制度 能如此成功的关键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我看那些分析里头 其实很少提到的 就是它新加坡政府的决心 这不是一个那种 特别虚无的概念或者信心 因为新加坡政府 它要搞这套主屋制度 它确实需要巨大的成本 而这个成本 它不光指的是说 盖楼要花的这些钱 建材各种 更是它的机会成本 它钱再要放弃的东西 就是房地产市场 我们知道 很多国家的经济决心 尤其是亚洲国家 房地产都是最主要的 助推器之一 中日寒无异例外 而新加坡 它想实现自己这套 居者有其屋 其实一定程度上 是牺牲了自己的房地产市场 你把这么个发动机 把这么摇钱树 给拿走去换居住保障 你说到底值不值 这个就是大部分国家 它都会觉得不值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 也都会觉得不值 所以没有人这么搞 其实之前香港 也搞过 类似的居者有其屋计划 它不叫祖屋 叫居屋 但最后规模并不大 你说为什么 你想香港的房地产 多大的一块香饱 吸引了多少外资 你怎么舍得能让80%的房屋 都变成本地人 才能住的经济试用房 所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它会认为 政府撑死了 就是给那些流落街头的 或者非常非常困难的人 提供一下居住的地方就罢了 房地产市场 那是经济的发动机之一 它很难也没有必要 去大规模的搞政府自建房 可是新加坡 它就不这么认为 它觉得住房 是基本的民生 过度的资本化 会降低大家的生活质量 会影响幸福指数 甚至影响市容 所以说就算牺牲掉 巨大的增长点 我也要搞这个组屋 我就是想要让居者有其物 你看看干这个事 一方面呢 我要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就是那套自由竞争相悲 另一方面呢 政府它又要时刻经受着 巨大的利益诱惑 它需要时刻保持着 巨大的执行能力和反腐能力 这个其实在最难的地方 也是我说的 新加坡政府它的决心 为了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 本国人要是想买二套房 或者三套房 就要交20%到30%的印花税 要是外国人 要交60%的印花税 就是说你们外国人 少打新加坡房地产的主意 你们可别把价格炒高 让我们本地人买不起 同时啊 它为了保证 大家都能够按时还款 所有员工 20%的收入 要存到供给金里头 同时企业还要再贴17% 就政府都帮你规划好了 这些钱 就是用来做 住房这种的基本保证 你别给我嘚瑟没了 所以呢 新加坡家庭 它的负债率 其实非常低 还不到50% 你要知道美国是73% 英国是80% 香港95% 为什么它负债率低啊 当然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了 但里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新加坡人 他不必要为了买房子 而背上一生的负债 总之新加坡的房地产 这块完全谈不上是自由经济 它以牺牲房地产市场 为巨大的代价 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住房 另一方面呢 又强制大家为住房储蓄 使得新加坡的住房拥有率 达到了惊人的89% 也就是说 九成的新加坡人 都拥有自己的房子 相比之下呢 美国欧洲是66% 日本是61% 而和新加坡很像的香港 却只有51% 可见两边在房屋这儿走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路 在李光耀的这个理想城市里吧 不光大家的住房 由政府统一承担 交通也是 政府就修建了各种 次通八达的公共交通 地铁轻轨等等 就让交通非常便利 这个很直观 但这还不够 你想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 人口密度又这么高 要是大家都随便开车 那效率就会很低下 市容又不好 还污染环境 咱转个专业名词 就是新加坡政府 它认为 拥有私家车 对整个国家来讲 有非常非常大的 富外不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让市场自由竞争 这肯定不是最优解 新加坡政府 它就需要去征税 来增加你拥有私家车的成本 我跟你说啊 新加坡它买车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不然我也不会单拎出来 跟你聊这个是吧 你不光要交关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拥车证 就你有了这个证 才能给车上牌 才能开 这个证呢 就是政府 它每年算出来一下 我想有的汽车密度 然后呢 去发放这个配额 就有点像 北京车牌摇号的那个制度 只不过在北京 你是需要去抽签 或者排队 它付出的是时间成本 但在新加坡 就是金钱成本 这架高者得 前两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一个拥车证 大概是10万新币 就是7.4万美元 50万人民币 而且有了这个证 你只能开10年的车 总之哈 就是这些乱七八糟成本 加起来 比如说你要想到新加坡 买一辆车特拉Model 3 大概是要15万美元 就是100万人民币 这在美国 中国都购买三四辆了 对吧 多贵 你看这么一来 普通人谁还敢随便买车呀 都老老实实做公共交通吧 政府呢 既达到了控制车辆的目的 每年还能通过这个 赚60多亿新币 是吧 挺好哈 总之新加坡 它不管是出行 还是住房 其实都非常推崇 这种大政府的概念 政府来承包大家的 这个公共福利 就有点福利经济学的意思 正是因为组屋 公共交通 才能保证 为什么新加坡 它拥有全世界 第三高的人口密度 还依然能有 特别漂亮的市容 特别高的绿化率 背后其实不管是政府 还是公民 都要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 同时哈 通过这种强制性的 基础城市建设 它还有一个正外不行 就大家 谁也别瞧不起谁了 对吧 咱都住组屋 都做公共交通 很大程度上 压低了人们攀比的欲望 当然你要是不喜欢组屋 就喜欢开车 那也不是不行 那就是贵的 非常非常贵 说到新加坡的城市建设 咱再知出来 咱聊一个 我从小就听说 它最大的标签 就是干净 你看这么大一座城市 你几乎看不见垃圾 看不见烟头 你说它是怎么做到 一方面呢 政府肯定是花了 非常大的力气 去倡导 你看它从1968年开始 就有一个 让新加坡保持干净的 大规模运动 之后呢又搞什么 植树活动 净水活动 干净马桶活动等等 但其实啊 我觉得最有效的 还是罚 就是用极其严苛的罚管 让人们去形成习惯 我相信大家可能 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在新加坡 是禁止吃口香糖的 你要是从国外 带口香糖到新加坡 轻则罚款 重则坐牢 这其实是因为 之前新加坡 投入了那么大的成本 来打造这个花园城市 结果每年 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 到处去抠那个口香糖 干脆92年就直接给禁止 而且有法律规定了 你要是乱扔个垃圾 抽烟 土痰这种 出饭罚款1000新币 二次罚款2000新币 第三次直接罚5000 5000新币 相当于3700美元 27000人民币 我看你谁还敢 手签乱扔垃圾 甚至就连喂鸽子 蹭邻居家的WiFi 包括在自己家里全裸 都有可能要面临监禁 你看看 就是这么严苛的 法律要求 就给罚出来了 让新加坡 也成了一个花园城市 而且我不知道 大家听不听说过 在心理学里头 有一个概念 叫做扣创效应 就是一个人 哪怕是同样的人 在一个更差的环境 他就更容易去 乱扔垃圾 甚至犯罪 那新加坡呢 他花了这么高的成本 让城市更干净之后呢 其实也更有助于 大家去自觉维护 所以之后呢 这个重罚的作用 可能也没那么大了 好 稳定了局势 搞定了基础设施 下一个环节 就是要找到新加坡 它的核心竞争力 李光耀就说了 首先 我们要投资的 是我们唯一的自然资源 就是咱们的人 这话是不是听着 感觉有点鸡汤 就说这个国家的宝藏 在于人 因为李光耀他清楚 新加坡要资源没资源 要体量没体量 要想从底层翻身 我们就得提升全民的教育水平 培养人才 新加坡政府确实是花了 非常大的力气 投资人才教育 政府支出每年有20%以上 都花在了教育上 而且不光花钱 为了能够尽快提升 全民的教育水平 从1981年开始 新加坡的中学教育 就实施了一种 非常独特的模式 叫分流教育 Streaming 因为从70年代的时候 新加坡政府特发现 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都会因为太难了 学不下去了而退学 所以它就推出了这种 分流的模式 从小学开始 就给大家考试排名 智商测试 然后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 去分层 分成Express 快捷源流 Normal Academic 普通学术源流 和Normal Technical 普通技术源流 分流之后 这不同源流的学生 他的学的东西 教育计划就完全不一样 相当于从中学开始 大家就分层了 这样做的好处 其实显而易见 就是你可以因材施教 对吧 你学得快的 你就学得更难一点 更快一点 差一点分流的 学得慢一点 学得简单一点 甚至还多学一年 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 它确实是效率 效果也立竿见影 新加坡的教育 可以说是世界文明 像它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在全球QS世界大学 排名里头 都常年位于亚洲前三 当然这种分流体制 我想你肯定也听出来了 它的弊端也很明显 就是学生从小 它压力就非常大 它就得不断竞争 不断排名 对不对 你就是谁受得了 关键是它不光是排名 你从小学毕业开始 就十岁出头的小朋友 就直接给你分级了 就相当于给你贴了个标签 你就是一级 你就是二级 你就是最低级 虽然它名字起的 都是normal什么 不这么赤裸 那意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它会带来很多软性的问题 所以新加坡呢 从2020年开始 就逐渐取消掉了 这种分流模式 但它不是完全取消了 它是退了一步 采取了一种叫做 学科分班的模式 叫做full SBB 大概意思就是 按照每个学科的成绩 我来给你分班 你数学好 你就去数学的快班 化学不好呢 你就去化学的慢班 大概这种 总之啊 新加坡的教育 至少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是非常成功的 不光是提升了 本地人的素质 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精英 来新加坡读书 你读完书对吧 你不得留下来工作几年吗 相当于人才就吸引过来 有了这些人才 新加坡的政府 还特别推崇努力 推崇勤奋 你看它广告语都说了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you rest 就是努力工作 不要躺平 包括李光耀自己 他就是以勤奋著称 这也逐渐的潜移默化 让新加坡整个的文化 形成了这种 要勤奋工作 努力的价值观 而这些高质量 又努力的人 长期来讲 也成了新加坡经济 最有力的发动机 2018年啊 世界银行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指数 来衡量各个国家地区 人的生活水平 叫做HCI Human Capital Index 人力资本指数 它衡量的是什么呢 就一个新生儿 到他成长到18岁 有多大的概率 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医疗 不夭者 新加坡以0.88 就是88%的概率 排名全球第一 你看啊 这个主角光环 全开的李光耀 通过极其诡异的打法 搞定了稳定局势 基础设施 和人才教育 这三张牌 给新加坡的经济 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有了这三张底牌 握在手里 也帮助新加坡经济 拔出了他最终的王牌 组成了一个王炸 正是这张牌 真正帮助新加坡经济 扶摇直上 那就是吸引外资 新加坡政府 是如何赚到了海量资本 如何管理这海量资本 它的货币政策 又有什么独特之处 还有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和挑战 我把这部分 更硬核的内容 放在了会员频道里 你只需要交880% 开玩笑了 大家敬请期待下一集 新加坡的同飞 再次感谢 木木的本期内容的支持 感兴趣福利的朋友 可以参考置顶评论